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剧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是早晨的7点06分30秒了 我们要为您连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我们举说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您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连线 老师我想请教您的第一个话题 斯里兰卡发生了恐怖攻击 在复活节当天 我们知道复活节是基督徒 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一年当中就跟圣诞节一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节日 4月21号在台北时间是礼拜天的时间 复活节当天在斯里兰卡 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 发生了这起恐怖攻击 到目前为止 我们刚刚Google了一下 死亡的人数已经攀升到359个人 老师我们想先请您为我们解说一下 叙述一下 这斯里兰卡这一次恐攻 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这次我们发现 它这个很可怕 这个恐怖攻击 发生在斯里兰卡的东岸西岸的三个城市 六个地方 这地方有三个教堂 然后三个是豪华的旅馆 旅馆成功八棋的连环攻击 两个攻击也不然 有自杀炸弹 有这个武器的攻击 你看他们有些攻击 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 他不是说炸弹的 装着车子 冲进旅馆 不是 他是根本这些恐怖分子 自杀炸弹客 身上弄了炸弹 然后给你排队拿早餐 尤其在西方早上 吃早餐的时候 排队拿早餐 排队拿早餐的时候 他引爆冲突 引爆炸弹 你看这一炸炸出来 炸死多少人 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第二天 礼拜天第二天 又破火了一个车上 一个炸弹 被引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整个的一连串 是有计划的 然后是协调非常好的 大规模的恐怖攻击 所以这个死亡的这么多人 有很多是十几个国家的外国人 因为主要在里面去旅游 斯里兰卡很多是靠旅游 旅游再一来的话 你这一来 一炸了以后 当然就震惊了世界 也觉得这是一个 斯里兰卡 自从2009年 内战结束之后 它是一个最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恐怖攻击 老师我们想先请教您 这个背景的问题 斯里兰卡 我们印象中 它是一个佛教国家 不是吗 这个穆斯林跟基督徒 应该很少吧 一点不错 一点不错 那斯里兰卡 那是本来的 我们讲的过去内战 内战呢 它是佛教跟印度教 印度教的以前 印度教是 汤米尔神里面 很多印度籍的 所以说汤米尔之虎 汤米尔之虎呢 在那边攻击 那是以前 2019年结束以后 大家以为是和平了 它这个回教呢 就穆斯林带子战 人口百分之十 那基督教的百分之七点三 那你百分之十的少数 攻击百分之七点三的少数 你说谁压迫谁啊 不可能有人说 我被压迫了 所以我在宗教上被虐待了 没有 它都是少数嘛 所以这事情才觉得 你最不可能发生 恐攻的地方 那怎么会这样子 发生了恐攻 这就是让人家觉得 非常震撼的地方 那更有更值得 现在越来越消息发现 就在斯里兰卡警方 在国际上 开始帮忙去带人 带恐怖分子 就发现恐怖分子 他都受过良好教育的 为什么 我们以为说 你为什么会当自杀大难客呢 因为你觉得你生活 你是边缘人吧 边缘人 你觉得你被剥夺吧 你被剥夺 你过去是被人家看不起啊 所以你真正的仇恨 那这样不是啊 这样不是这些人 他不是边缘人 他那是留学生啊 所以他很多人在国外留学过 甚至还有的法律硕士学位啊 那你念了法律 你又是这个留学生 那表示你是中产阶级至少嘛 那你生活也不错 那生活也不错 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人生 充满了另外一个想法 然后是把自己做恐怖分子 甚至做炸弹客呢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现象 是 在这个恐怖攻击发生之后 有很多很多的 就外电其实探讨这一次恐怖攻击 它的背后的意义啊 像比如说我们读到一些外电说 这是恐怖主义3.0啊 那等于是 因为前面不久 我们曾经也探讨过 IS其实已经是 因为它最后的根基地 已经都被这个歼灭了 所以在这一次 后来看到好像IS 也把这个这笔账算到IS的身上了 这是这样子吗 另外一个就是 我记得上个月月中的时候 我们连线请老师谈的 纽西兰基督城啊 也有这个恐怖攻击 不过那个时候是两个清真寺遭到的这个扫射 那时候是造成了 我记得是50个人死亡的左右 像一个数据 有人说这个是为了报复上一次纽西兰基督城 那个清真寺的屠杀案 你觉得这两者有关系吗 对一种说法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这里面呢 这次的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攻击案呢 它这边其实具有国际化和本土化两个双重的特色 一开始说呢 就本土化来讲呢 因为它是晓得你要找着 因为我们晓得恐怖攻击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觉得很恐怖 因为它又觉得有收到国际宣传的效果 国际宣传的效果 所以你一定要找很多外国人去居的地方 这样人家才会注意到 原来是恐怖攻击 如果你是攻击了斯里兰卡自己人 一个乡下那么小地方 你不会引起这样的震撼 所以斯里兰卡警方一开始讲说 这有本土的色彩 因为你知道怎么去选目标 你知道什么地方 那个教堂是历史性的教堂 然后那个人会造成国际上的什么冲击 这是本土化的色彩 另一方面呢 你又觉得如果 因为斯里兰卡内部是有几只小型的 穆斯林的恐怖分子 但是你如果没有国际的知识 你不可能靠他们的几个小毛贼 就做出一个这种大规模的 需要复杂协调 情报交换的 几乎没差多少时间的 这种连环大爆炸 东岸西岸三个城市六个地方 如果一个小毛贼 一个小贼 他怎么可能呢 所以当然是 后来IS也宣称 那是他们干的 最后就发现有些穆斯林 他们到国外去打 打所谓的圣战 圣战的IS溃散了以后呢 我们叫IS溃散 有IS跑哪里去了呢 散到各地 散到各地 有一批人就跑到欧洲 所以欧洲有些人发生攻击 有些跑到东南亚 现在跑到南亚 这是第一个 所以有国际和国内的一个连接 第二个呢 就是你刚刚讲的3.0版 或者比较新的 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有一种讲法是 如果IS这样是 它是它的这个串联 它也不分地区 你在纽西兰 你攻击了穆斯林清真寺 我就在斯里兰卡 攻你基督徒的教堂 那跟斯里兰卡 什么事呢 没什么事 反正就是 我要报复基督徒 所以是这才解读了 为什么斯里兰卡 就这么一点点的基督徒 也没人 没人有谁 为什么遭受这样攻击呢 因为我全球性的 天下一盘棋嘛 你在这边打我 我那边反击你 这个让人防不胜防 这才是比较讨厌的事情 是在这里 是 吞下一盘棋 真的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应该说 这是蝴蝶效应 真是 所以你不晓得 所以当的 所以你可以想这 当你当这个 纽西兰的事情发生之后 穆斯林说 他们要报复 所以纽西兰的 就开始提高了警觉 你怎么晓得 斯里兰卡 也要提高警觉 这跟它什么关系 而且它不是一个 坦白讲 它不是一个像欧美那样 一个所谓的 很先进的国家 对不对 是啊 那结果 那现在斯里兰卡这些 你说这359人死亡 什么人死亡以后呢 所以斯里兰卡 那穆斯林就紧张了 那基督徒会不会 别人会不会拿我算账呢 对对对 你可以想象这穆斯林 如果好好的穆斯林 我现在在斯里兰卡 好好的过的日子 现在我多紧张 我躲哪里去啊 那他如果再有穆斯林被杀了 那是什么地方的 基督徒要再被杀呢 所以这个 怎么了结呢 你找我算账 我找你报复 这个仇恨过去下去 不就是过去我们所说 那没完没了了 一点不错 我真的是觉得 我看到我每次在这个 我们播报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很难过 就是这个仇恨这样一下去 一直这样下去 其实人类其实是一个有理智的动物 何必要这样子 我真的百思不解 好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的制品为您连线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首先我们先请老师为我们解说 让人家非常非常难过的斯里兰卡的恐攻 因为这当中有很多很多背后的意涵 其实是可以探讨的 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一个 我能不能说 它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总统大选 为什么呢 当然总统大选的过程 其实都是激烈的 我相信是如此 以台湾目前的蓝绿两场的情况来看 的确是这样 可是在乌克兰的总统大选 让人家就觉得不得不多关注一点 而且观众的角度有点是觉得有趣 为什么是总统大选的当选人 是一个喜剧演员 感觉好像看了Netflix上面的电影一样 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 你可以我们看到 经过两轮的投票 在上礼拜天选出来了喜剧演员 斯伦斯基担任乌克兰的下人的总统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斯伦斯基这个人 他41岁 他完全没有政治经验 他唯一的经验就是他演过总统 一个演总统的人 他下来当总统 其实演员不是不能当总统 以前雷根也是演员 但他做过州长 他起码有点行政经验去历练以后 然后再出来 其实以前菲律宾的总统 一个艾斯特拉达 艾斯特拉达也是演员出身 我们并不觉得演员不好 但问题是 你不能这样直接转轨 直接转过来 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这是很糟糕 但是乌克兰为什么大决特别重视呢 因为他是俄罗斯跟欧洲总统的交界 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古仓 然后又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 所以欧克兰到底向左走向右走 本来就是在欧洲和俄罗斯 非常关切的一个地方 那于是我们就看到 那泽伦斯基上来 他到底向左走向右走呢 但因为他的演员出身 他的政见从来没讲清楚过 他是讲一件事情就是反贪府 我们想要他反贪 反贪以后 那到底他跟俄罗斯关系怎么样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前这个2014年 俄罗斯从乌克兰这边 把克里米亚 反正就是克里米亚 并到俄罗斯了 然后乌克兰的东部一些 俄罗斯裔的聚集的身份 也宣称独立啊 什么俄罗斯关系比较好 所以乌克兰一直在内部 曾经分裂的状况 可是那你就觉得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关系 应该不好了 也不是过去的时候 贸易量增加了 而且乌克兰的 跟俄罗斯买能源 不管是石油啊 石化了 天然气了 买能源 就在他们的选举前呢 俄罗斯就宣布 六月开始啊 我这个能源呢 不卖给乌克兰的 那不然 那就是看你新总统 那你怎么跟我谈判了 他就出一张牌了 不管你怎么选嘛 你上来 你要跟改善关系 所以直到 泽伦斯基上来以后呢 普京那边是相对温和 他说 他有机会可以改善关系 这是普京 普京那边 那所以当然这是一个 可是第二个呢 你想想看 他这个泽伦斯基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呢 所以内部就有些 他就有些寡头 寡的一些大亨啊 以前有个媒体大亨 Madelland的Colomoisky Colomoisky呢 他是媒体大亨 他又有银行 你看这个泽伦斯基 他是拍影集的嘛 他影集是透过 哪个电视的频道受讯呢 就是这个媒体大亨的频道嘛 所以他们的关系密切啊 所以泽伦斯基他选举的时候呢 他的什么保镖啊 他的法律顾问啊 律师啊 全是这个媒体大亨这边提供的 所以现任的总统 就是要离职的这个 普洛申科 巧克力大王 这普洛申科就说 那泽伦斯基根本就是 那几个 这个大亨的这个傀儡吧 因为你没有经验 你后面一定听人 听人来 来怎么操纵你啊 会怎么影响你啊 那你怎么弄呢 对内你摆不平 这几个 几个几个金融界 或者媒体大亨 对外呢 你俄罗斯的关系 就是一个考验 而你又是白纸一张 你才41岁 你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可能的变数 但是如果放大来看呢 你就发现 这个民粹风啊 民粹的风 还是催席了各国 他就觉得你说乌克兰 从你说这是颜色革命啊 什么的开始 你根本几个政治人物 都不能交付 你以前推翻集权的时候 所承诺的东西嘛 他们对于一开始第一轮 就删掉了 寂寞深刻 就是那时候天然气宫主 他就是2004年的时候出来的 但是后来也没有办法交付 对对对 然后就把它先干掉了 干掉 然后普洛深刻 你巧克力大亡也不行 就干掉了 所以他就是政治人物 或者现有政党不喜欢 我们找个白纸 也许有新的期望 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期望 你对他也不会太多的失望 那总之他起码没有包袱嘛 可是根据经验 所有选出来的一些 一开始很不错的 蜜月期都不会太久 你看以前法国马克宏 马克宏上来 本来知识都很高 然后两个人是这么下来 以前韩国李明博 刚上来说 也觉得很不错 所以下来 所以大概因为很多问题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所以人家以为 找个素人上来 觉得很棒 就素人常常也做不好 这可能这个选民啊 应该这么说 这个全世界的选民 我这个说法是 放诸四海界权 就是全世界的选民 你在考虑投票给谁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套 一套这个选择的标准啊 他们现在就说 就是欧洲学 欧洲理事就是 比如左派都不行 我就换右派 右派不行换左派 换了换去都不行 我就找个素人 要不然就是网红 要不然就是喜剧演员 像以前 以前这个像意大利的执政联盟 这个五星运动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人家叫他政党了 对 游行运动 游行运动的 他的党魁 格雷格雷 他以前也是喜剧演员了 对 就是 当然他就没有出任总理了 可他就是 他的党魁就是喜剧演员了 所以喜剧演员出身不止一家 但是 但是 就是人们喜欢说 我找个网红出来嘛 像意大利以前的总理 伦罗伦斯市长出身 他也是网红啊 年轻漂亮 网红 所以现在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开直播 每个人都这样做网红 好 这个 老师给我们很棒很棒的暗示 我也要开直播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篇呢 为大家连线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老师 刘老师 先为我们解说了 斯里兰卡的恐攻 跟乌克兰总统的大选的结果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要请您来为我们解说 有关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最近有什么关注的焦点呢 对 美国伊朗的关系是这样子 美国他退出了这个伊核协定之后 现在就继续对伊朗进行制裁 因为制裁呢 制裁就包括说伊朗的你的石油啊 什么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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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石油出口嘛 石油出口 但是呢 有的国家还是跟伊朗买油啊 是 美国当时最早 本来六个月以前就说 那应该就是 又豁免了八个地区或国家 就台湾 我们也是最后 中国大陆都一样 都是被美国豁免的 就是你们这八个国家或地区呢 都可以去 还可以跟伊朗买油 买油 但是现在美国跟伊朗关系没有起色 礼拜一的时候 川普政府啊 他的这个 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就讲说 这样的豁免就结束了 不豁免了 不豁免了以后呢 就是你们这八个地方呢 就不能再跟伊朗买油了 不给伊朗买油呢 当然他准备让伊朗 伊朗本来一天有100万桶的油出来 他就不买油 那如果不买的话 那这个大家想买油的人 那怎么办呢 不是有缺口吗 缺口呢 说我已经协商了 这个阿联酋和这个沙古地阿拉伯 他们愿意增产 来补这个缺口 所以你们不跟伊朗买油 我跟你别的地方找到了来源 你们跟别的买油 希望能配合制裁伊朗 那这完了以后呢 那就发生几件事情了 伊朗当然生气了 伊朗说 看看像你这个断我的命脉 你若断我的命脉 我也断你们的命脉 伊朗本来最早就是说 荷姆兹海峡 就是很多游轮 飞于波斯湾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海道 海上的通道 他说这样子 荷姆兹海峡 你就真的把我逼急了 我封锁荷姆兹海峡 那当然说是这么说了 但是他已经威胁了很多次 也不敢真的就封锁 但是第二个 礼拜三的时候 他稍微缓和了一点 伊朗说 你美国在我手中 有好多个囚犯 监狱里面好多美国人 那我们伊朗 也有在你美国监狱里 这样我们来换 换球怎么办 怎么样呢 我互相示范一下 那就表示说 我是不是跟你温和一点 但是他更看的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说 中国大陆当然反对这种制裁 中国大陆说 我要买 我就反对制裁 那如果说中国大陆 还是跟美国 跟伊朗买油 那美国是不是要制裁 中国的人民银行呢 因为他怎么制裁 就是说因为 你透过金融机构嘛 就是制裁人行呢 或者什么东西 除非你不用美金 要不然不用美金 那中国大陆 他自然有办法去买 但是这样就会让 美中的贸易谈判呢 又出现新的问题 美中卖的新的一轮 刚刚开始 就拼着五四五月要能够达成贸易协议 五月达成这个贸易协议时候呢 这里又冒出来一个 万一美国 那因为伊朗的事情 又跟这个中国新的新制裁 那问题不是变得更复杂 对啊 所以这里面 后面还有的看的 因为别的国家 像台湾 因为我们本来 政府在一年以前 我们就没有跟伊朗买油了 所以我们没什么问题 别的国家呢 他们愿不愿意跟追随美国 他们也在看 如果说连中国都不买了 那我也不买 那中国还在买呢 那别的国家可能也要买 也要买就有意思了 那美国是不是一一制裁呢 所以这一个问题 它实际上是 连一效应算是 是影响还蛮大的 这个联动效应 真的很可观 是 也不错 好 各位听众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 7点25分35秒了 我们此刻呢 跟您连线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 刘碧荣教授 刘老师今天刚刚最后呢 也对于这个美国 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石油买卖 这件事情 做了一些解说 这个各位听众 可能听到会觉得 这个 有点错愕 这个跟美国 跟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 其实也有关系的 对 没有错 的确是如此 国际关系就是这样 联动啊 这个产生的影响 是相当相当可观的 老师我们非常谢谢 您跟我们的解说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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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